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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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去看一看 你好你好 许余姐 焖子铺您是许姐吗 你好你好 我看咱们家人很多啊 对 我要焖子好吃 焖子好吃啊 现在这个点还这么多人 我估计是能挺好吃 像咱家这么卖 一天能卖多少斤 最少能卖1506斤吧 一天嘛 1506斤 每天1506斤的焖子 对于这么一个小店来说 绝对是客流非常大了 可这焖子到底火在哪儿 能让食客络绎不绝呢 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来几次吧 那除了平时自己吃 也不给家里人呆啊 对 他应该知道 我每次一来的时候 他就知道我三百焖子 我说对 我不用讲 是 老传闹老伯的 对 很喜欢这口 是 您平时总来这吃吗 对 每次出差 回来的时候 第一个就先来他们家吃焖子 首先就是 这个焖子口感非常好 这个吃起来就有种Q的那种感觉 非常弹是吗 对对对 非常好吃 有咬头 对 这就是它的这个酱非常好吃 我们最早一开始吃的时候 吃的焖子是那种 用铁丝 那拧拧拧成麻花 然后出来两个头 那种小叉子来吃焖子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很小的时候吗 对 很小 我当时还上小 还没上小学的时候 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吃焖子 就从小就爱吃焖子 对 这是大连人的一种习惯吗 吃焖子 这个 我感觉大连人 包括老大连人 包括山东人 他们应该也都会吃吧 老传统老味道 总会让人停留在某个时代的某段记忆 而这传统的焖子 要做的好吃 秘诀是什么呢 我家焖子呀 是筋道 它是自己做的 筋道 我这个粉呢 是特等粉 最好的粉 辽宁的 辽宁的地瓜粉 辽宁栽种地瓜的历史已有百年 其地瓜颜色好 外观缩形 红皮黄柔 光滑有致 口感细腻甜脆 既可争实 又是各种加工食材的优良原料 很适合北方人的口味 而这其中 大连地瓜 尤为突出 其淀粉含量很高 适合做焖子 煎熟绳 有弹性 口感好 而这主要是由大连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 大连近海 耕地 多是沙质土壤 日照很充足 昼夜温差大 以及独特的海洋性气候 纬度 温度 湿度 等自然条件 和土壤条件的影响 很适合 地瓜生长 好的原材料 做出了好口感的焖子 煎炒后的焖子 加上原始的配料 芝麻酱和蒜汁 再加上几勺自家熬的解腻的豆皮汤 一碗传统的热红焖子 就算出炉了 看咱们这焖子 色香味俱全的 我尝尝它到底什么味 它有点焦焦的感觉 是炒得很焦的那种 很筋道 我这是第一次吃焖子 大连焖子 我觉得用两个字就能形容 很香 焖子 可以说是大连人家乡的味道 而是没异乡的徐姐 已在大连做了三十年的炒焖子 对于他而言 焖子的意义却不止于此 因为我老夫已经待了五十年了 我老夫现在 大连现在就是我第二个故乡 现在我不记得南方 我很小的四伯 十六岁来大连的 一直没回过南方 我们举家来的 特别爱的大连 因为大连特色的小吃 特别在全国现在 这个焖子挺有名的 给发扬传承下去 将来下一代 也能吃这张焖子 再下一代 用这个焖子不能给遗失了 老味道和老手艺 在这位异象人身上 不断地延续和传承着 这足以可见 大连焖子的魅力所在 传承的不光是一种手艺 更是一种 对大连小吃的情怀 焖子的历史 从几十年 到上百年的相传不等 其名字也是很有特色 那焖子的名字 是怎么由来的 如今为何成为 大连的传统小吃呢 据说这焖子历史 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但是我想这焖子流行 最流行也是 应该是近百年 因为焖子是 从山东传过大 山东烟台传到大连 当时这焖子有很多传说 有门师兄弟 他发明了焖子 因为当时做粉条 做粉条 天气 遇到好多阴雨天 这焖子怕坏了 他怎么办 他说没有办法 他就用锅煎 请大家来吃了 这一吃 特别好吃 后来他就觉得 这个生意挺好的 他就一点点做焖子 后来就说 起个什么名字呢 一开始起各种各样名字 后来说 这是门师兄弟的 做就叫门子 后来觉得门子不好听 三东人口音都是重 就叫焖子 焖子 就这样就出来了 后来我们大连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 三东移民 三东移民大量的 进入大连以后 就把这焖子 带到了大连 从传关东开始 焖子便进入大连 就此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小吃 同时也将焖子融入到了那个时代的血液里 在大连现代博物馆 就留有近代时期炒焖子的生活状态的铜像 铜像被制作得栩栩核如生 生动地向现代人展示了当时人们炒焖子的动作与神态 也表现出当时人们对焖子深入人心的喜爱 而经历百年的焖子 除了炒着吃就没有其他的吃法了吗 焖子 焖子奇怪啊 它放肉放什么菜都不好吃 只有放海鲜才好吃 可能就是为我们大连而生的吧 因为可能我们大连这方土壁啊 有这个海鲜文化 它和这个传统的焖子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独有的海鲜焖子味道 绝对别的地方没有的大连文化特色 这就是说它不仅是我们大连的地方特色 而且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 融入了大连的这种海鲜文化 然后形成了我们特有的焖子 是 大连独有的配方 还有这种你说 我说那个地瓜粉的味道 和我们那个城市的味道 加强的味道 记忆 情感 文化 什么都在里面 大连 一座包容性极强的城市 容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与友人 当大连特有的小吃 融合了世间百态的样子 经过时间的洗礼与沉淀 再次将味道呈现出来的时候 那它就不只是小吃那么简单 它让这座城市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情感 而焖子本身也是一种灵魂美食 焖子非常有耐心 它不是当天做料 当天就能做的 今天要把那粉 活完以后 形成净体以后 隔一天晚上 凉透了 第二天得煎 对 它是需要耐心 爱心 而且它又不当饭吃 它做一点点让你尝尝 吃多了还不舒服 所以说它就是一种 爱在里面 情感和吃苦耐劳 爱心 当妈妈那种对子女的爱 什么都在里面 它是这种东西 它才能吃出焖子的味道 就从一个小吃 展现到更多层次的文化呀 情感呀 和包容性 城市的包容性 和城市历史的沉淀 都在里面 对吗 我们大连城市就是有包容性 因为它本身是移民城市 多元文化在这里结合 从传统到创新 大连人将焖子的味道 发挥到了极致 这不光是一种 美食文化的发展 更多的体现了 大连人对焖子的爱和智慧 来到大连呢 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海鲜 它肉肥鲜美可口一人 在全国都是很有名的 而我们大连的焖子呢 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当这种传统的小吃 和当地的特色美味相结合 它会碰上出怎样的火花 而它的特点又在哪呢 那现在就跟着我 去一探究竟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慕名而来 听说咱家三鲜焖子 特别好吃是吗 嗯是 三鲜焖子我们家做了很多年了 做了很多年了 是的 看来我还真没找错店 怎么称呼您 我姓李 这家店的经理 李经理啊 我今天就想尝尝咱家三鲜焖子 但是前期筹备很复杂 因为就是又洗呀又切呀 又很有自己的规格 嗯 您小时候吃焖子吗 我小时候就吃 我就土生土长的大连人 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这个焖子 嗯 那个小时候我们都到那个小店啊 小摊上去买 我们当时用这个叉子吃 这个叉子吗 对就这个叉子吃 小时候就用 就是这一模一样的叉子吗 一样的叉子 现在找这个叉子都是我们自己编的了啊 我们小时候吃那个焖子啊 是用那个平锅煎出来的 它那个吃起来可能的口感就是比较软糯的 那么现在饭店做这个三鲜焖子啊 是改良了一下 嗯 它就扎出来的 所以扎出来它那个口感是带一点那个酥脆的那口感 有点焦的感觉 对对对对 嗯 看这个摆我面前也好长时间 我铲的都不行了 我想尝一尝 你快尝一尝吧 快尝一尝 我用这个这个老婆叉子啊 小时候记忆的叉子来尝尝 咱们现在也能问的什么味道啊 啊很软很软 好大一块啊 然后尝一尝 看起来像肥肉似的啊 对 但是吃之前我得蘸点这个汤 对蘸着吃吃 对 尝一尝 嗯 怪不得厨师刚才就告诉我说里边要多加这个蒜汁啊 嗯 特别小 对 特别小 它这里头调料两个必不可少的 一个是马指酱 嗯 一个就是蒜 嗯 很香 而且它这个 嗯 跟我之前吃的那个平等锅煎起来的 嗯 的确是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这个口感也很 很松软 嗯 很舒服 嗯 其实很有嚼口 嗯 好吃 我尝尝咱们大 美味总能让人感到充实和愉快 尤其是家乡的味道 属于那段记忆与年代的味道 耿舅舅的 耿舅舅的 用大连话说耿舅舅的 耿舅舅的 耿舅舅的 大连话很好听 从我从这个行业开始 一直到我自己开店也好 这道菜是我们必保留的一道菜 嗯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是大连 大作为大连人吧 一个记忆 所以说大连属于闯关中来的人 比较多 80%都三中人吧 嗯 所以说我们有一种 怀旧的这种情节嘛 嗯 所以说这道菜 我现在我这个饭店嘛 是我徒弟在做 嗯 嗯 我对他们的要求 其中有一项就是 我们的闷子 一定要做下去 我们这个店开到哪一年 我们就要做到哪一年 包括我的徒弟的孩子 如果以后还从事这个行业 我们还要把这个闷子做下去 一直做下去 要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嗯 这算是一种传承吗 对这个菜的一种记忆也好 我们要传承下去 嗯 更代表大连人一种情怀吧 情怀 嗯 从小吃铺到大饭店 从老味道到新美食 老大连的味道 在不断的传承与更新中交替 却没有任何一样小吃 可以取代闷子 在大连人心中的位置 就这样 一代又一代 时间在变 人在变 情怀不变 味道不变 没有什么敌得过家的味道 周末 作为儿媳妇的韩月 要给婆婆做上一份婆婆最爱吃的闷子 天刚亮 韩月便来到早市来买做闷子的食材 韩月 平时在家总做闷子吃吗 嗯 对 是 我们在家总做 总做 喜欢吃这口 嗯 对 我们都喜欢吃 然后今天是因为婆婆想吃 我们就特意出来给她买一点材料 然后回家给她做 得买点淀粉 淀粉 葱花 葱 来买点香菜 还得买点蒜 回去 做点涮水 是吧 对 那平时除了公公婆婆爱吃 你自己爱吃吗 嗯 我自己也喜欢吃啊 想到是不是大连本地人 地道的本地人都爱吃 对 这就是我们的 属于大连这边的特色吧 就是东北这边的 在大连 看这摆了这么多调料 这都是要往芝麻酱里放的 对 咱先一步步来 这个第一个瓶子是什么 这个是盐 我们再放一点少许的盐 好 然后搅拌一下是吧 对 哇 好熟练啊 然后这个呢 然后我们再放一点 微素 微素 放点微素 少许的微素 对 放多少都是看自己喜好 能吃多些 对 什么程度 对 对我们再放少许的糖 放少许的糖 好 我们就需要把它搅拌开 搅拌 你就负责往里倒 我就负责搅拌 好 给你打个下手 这个是 然后这个是番茄酱 我们要多放一点番茄酱 会好吃 对 我们特别喜欢吃 我从来都没放过番茄酱 原来这秘诀在这儿啊 对 我们要多放一点 多放一些哈 对对对 好 把它搅拌开 搅拌开 我现在先闻一闻啊 怎么样 嗯 很醇厚的味道 是吧 就不光是芝麻酱的味了 好香 我们现在就想吃这个 有有有有 好 我们再放一点韭菜花 韭菜花 对 调鲜 调鲜 来 喜欢吃吗 喜欢 我平时会多放一点 我平时会多放一点 在家吃火锅的时候 会会会会这么做 是啊 这个味道特别好吃 然后这个是香油 最后放香油 对 我们香油少放一点就可以 啊 挤滴就可以哈 对 好 好 好 放点香油 来 看我搅一搅啊 一道道工序 都是美味前的过场 每多加一份料 就多了一份家的味道 与温馨 因为我们小时候那时候 家里的父母都是正宫至少 还有一大棒 所以说吃的焖子 那是非常就是 想往的 那是最想往的时候 做好的焖子已经端上了桌 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吃着焖子 讲着过去的事 上西港市场 备着我小弟 去上那个西港市场 我都备着我小弟去 就是喂小弟 这样子一口一口喂小弟 给小弟喂饱了 小弟都不能走 我再备着小弟再回 你说你说呢 想着心里是生活 人的生活 大家和错误一下多热闹 是不是 回想着起来 也得少说生活 从心里感觉是欢乐吧 就这啥 家由太多的元素组成 一盘一碗 一盘一下 一句暖心的话 一个肯定的眼神 而家的味道 就是温暖的味道 踏实的味道 而此时 对于这一家人来说 焖子的味道 就是家的味道 大连的确是一个 山水秀美 人节地灵的地方 从传统的街头美食 到丰富的海洋资源 无不让人眷恋着这里 同时也依赖着 对这片土地的爱 滋养而生 而大连闷子 对于大连人而言 不光是一种街头小吃 更多的是将时光 转换成味道 将更多人的记忆 停留在那里 一种味道 一种情怀 焖子会随着大连的发展 不断地传承下去 也会随着大连人 对老味道的爱 不断地创新下去 我们希望 全世界各地的朋友 都能够尝到大连的味道 也希望伴随着这种味道 大连的明天 会越来越好 人间仙境 皇家深长 我们来到天桥沟 寻找大地神草 台山楼 横跨双风 漫步云端 五地玻璃踢桥 让您心颤腿软 小桥流水 湖边垂吊 体验乡间的静谧生活 涵足夺 开心 碎 受热 永吼 禁 鲜